感恩關心 我的俊男們你們 又到了 晚上見面的時刻了 今天 抽的富有 豐盛奇跡卡 公佈答案 對自己交代 在每一天的精進中 不論是做心法或其他修行方法 都必須交互印證自己是否進步 不是一廂情願裡 認為自己進步了 而是從 生活的各個情節印證 要放下 以往片面的思維 從這一刻起 要走的路 是能夠圓滿地對自己交代 太陽聖的導師 感恩太陽聖的導師 感恩超馬的家人們 感恩關心我的朋友 關心我的俊男美女們 今天抽到這張卡 主要就是說 愛 愛來講的話就是 能滿足凡事皆豐盛 修行人在禪定的那一剎那 獲得滿足 這種禪月 遠遠離超過人世間任何快樂 只有經歷過的人 才會明白那種禪月的感受 當接觸到天地間的某種加持或能量 自然 自然攤為關子 所以 如果生命天天都能 被愛的能量加持 還有何 不富足 這並非妄想 只要用對方法 是可以達到的事實 每一天都可以幸福地 活在天地愛的加持 能量場裡 一個圓滿的能量場 是能夠將原本的 原本有某種不足的命盤 令其命運開始轉變而獲得豐盛 富足 人世間的煩惱就會漸漸減少 愛能夠提升多少 與每個人的言行舉止 各方面都有明顯的影響 愛的能量充足 遇到任何事情都會比較釋懷 反之能量場不足 遇到什麼事情都看不順眼 只想到 人世間壞的一面 光憑愛的能量 即可分出天堂與地益的差別 這一段讓我感觸收穫就是 我們要去 焦點在於正面 要去感恩 正面的想法 每天的念頭一直累積 心胸會更開朗 心會更柔軟 當心柔軟 也就是我們一直在累積愛的一個念頭 渺渺感恩 每分每秒都在發射愛的念頭 把它養成一個慣性 強大的慣性 環球體育館 為期兩天 歡迎各位俊男美女們能夠攜手來參加 趁心的邀請你們 晚安